这是美国史上最为变态的性奴案 一男子将30多名女性 囚禁在自己修建的密室之中 然后进行18般武艺的玩弄 还将整个过程拍摄成视频 照片 不听话的则花式虐待 管死了就知己 然后丢进火炉里焚烧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变态 被捕后竟然没有被执行死刑 反而活到了现在 1985年 旧金山的一个男人 偷了一把75美金的钳子 被警方逮捕 但奇怪的是 他在审问中 突然就扯开林口 取出两粒青花钠吞了下去 几分钟过后 他便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而死 警方很奇怪 林口仅仅是犯了盗窃罪 和非法改装枪之罪 最多拘留几天 完全没有到为罪自杀的地步 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引擎 警方立即找到了林口的住处 在这栋普通的木屋后面 竟隐藏了一个用水泥浇筑的碉堡 没有窗户 只有一扇厚重的铁门 牢牢锁死 远看就像一座巨大的坟墓 警方强行打开了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密室的墙上挂着铁具 鞭子 手铐 匕首 各种各样的刑具 墙上还贴着几十张女性照片 他们有的赤裸着身体跪在地上 有的则浑身是血被悬挂着 他们大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 在桌子上 是林口录制的视频和日记 里面全是玩弄 侮辱 虐待 杀害女性的视频 男主角除了死去的林口 还有个亚洲人 林口在日记中清楚地写道 他只是一个小跟班 密室的主导者 是一个名叫吴志达的华裔 警方根据视频照片等证据 初步计算出这里 至少囚禁过三十名女性 吓到婴儿 上到三十多岁的少妇 而如今 这些人身在何处了 警方发现 碉堡附近的森林中 有挖掘过的痕迹 警方立即掘地三尺 发现了大量的女性衣物和骸骨 这三十名女性 全都已经遇害 此案爆出后 震惊全美 所有人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凶手 帮凶林克已经为罪自杀 当务之急 就是要抓到罪魁祸首吴志达 1960年 吴志达出生在香港 一个富裕的家庭里 父亲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 他对吴志达的管教十分严格 但吴志达身性顽皮 虽然不缺钱 但就是很喜欢偷东西 特别是女同学的裤衩子 久而久之 他养成了盗窃屁 他很享受偷东西带来的快感 因此多次被学校开除 老弟只好将吴志达送到美国家庭本书 可他天天辍学 成天跟着当地的小混混混在一起 吃喝嫖赌偷 样样不差 有一次 他飙车不小心撞死了人 他毫不犹豫地逃逸 并伪造政见 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因为是香港人 战友们亲切地叫他李小龙 然而吴志达 却顶着李小龙的名头 在部队里偷了几把手枪和手榴弹 结果当场被抓 还被判了刑 不过好在 他的父亲有超能力 他没关几个月 又被释放了出来 没过多久 他就遇到了臭味香头的林克 这林克的祖母 也是个死变态 经常怂恿林克 和他几个姐妹一起玩 变态的国王游戏 林克沉迷于此 他极其享受 男主女仆的变态关系 他开始幻想 打造一间末日碉堡 里面有无数的美女 伺候着他 遇见吴志达后 林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一派集合 在郊区改造出了这栋碉堡 然后在街上 海滩边 酒吧等地 挑选漂亮的单身女性下手 有时也会看上家庭主妇 便会将他们一家人 全部掳走 男的直接杀掉 女的就留下来 慢慢把玩 等完腻了 就将他们折磨至死 尸体则烧毁 骨头埋进森林中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 十恶不赦的变态 被捕后 非但没有被执行死刑 反而到现在 都活得好好的 原来林克被抓后 吴志达立刻逃忘了加拿大 可他的盗窃屁又犯了 他在偷裤茶子的时候 被加拿大警方抓住 美国警方知道后 想要引渡吴志达 回美国判处死刑 然而加拿大没有死刑 所以一直不愿意 让美方引渡吴志达回去 就这样 两国因为引渡的问题 一直僵持不下 这一拖就拖了五年 在此期间 吴志达恶补美国法律 等到他被引渡回美国审判时 他又钻了法律的空子 他通过不断上诉 和频繁更换律师等手段 让法院及时判处他死刑 也一直无法执行 为了审判他 政府花费了超过2000万美金 超过了6吨 直到2024年的此时此刻 吴志达人在美国 圣昆丁洲际监狱 扶死刑狱 真是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啊